在全球许多国家,新病例仍在大幅增长 全球经济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压力 主要表现在下面三个方面 第一,经济的脆弱性大幅上升 目前全球公共在晚达到历史最高点 占GDP的百分之一百 许多国家面临高债务风险 同时公司债务,违约率和潜在的破产风险也在上升 第二个方面,劳动力市场修复需要时间 据国际劳工组织报告 今年第二季度全球工作时间减少了14% 相当于损失了4亿个全职工作 劳动力市场更加两极化 第三,全球经济衰退会加剧发达经济体 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输入差异 许多国家经济规模要到2022年之后 才能逐渐回到危机前的视频 明年初 越传达 华和独播剧 一路由 明年初 越优雅 明年初 越优雅 一路由 一路由